对抗武汉肺炎疫情 因从自身亲戚手开始 才是最有效 预防疾病的方式 重视人生 成就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 拥抱生命迎向未来 接下来 请收看 海淘法师般若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修行是因为你会感受到痛苦 所以你不希望别人痛苦 那这个叫修行 所以修行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对内 不要让自己痛苦 因为你感受到痛苦 但是如何不要痛苦呢 并不是说不生病就不叫痛苦 修行是 虽然你身体在生病 但是你不感觉到痛苦 那才叫修行 那很多人就说 修行就是永远不要生病 释迦牟尼佛都会生病 释迦牟尼佛都会死亡 当然每个人的因果不一样 有些人生下来就生病 有些人一辈子在生病 有些人一辈子都很健康 当然这只是一个因缘果报 我们叫因果 因果你是要接受的 就是说你生下来就长得比较漂亮 你生下来就长得比较丑 这是我们的因果 那从这个因果里面去了解道理 这个叫修行 这样的意思吧 所以你为什么会头痛 因为你这个头脑太计较 就是这样而已 甚至你伤害到别人的头 甚至你一直让别人 因为你而很头痛 所以你自然就会头痛 所以当你身体有一点病苦的时候 或者运气有一点不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要了解佛法了 就是上帝在主宰 是你的心态 引导的行为 创造了你的命运快乐和痛苦 创造了轮回 所以每一个佛 后面这三尊 念一下西方三圣 请问阿弥陀佛站在那边干嘛呢 他就叫我们赶快离开这个世界 赶快去极乐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 除非你是菩萨 菩萨没关系 菩萨叫你下地狱 叫你去做鬼 做畜生 都无所谓 那修行就是要让你 世间法要圆满 出世间法两种你都要会 不然不叫修行 所以你只会赚钱 不会生病 没有用 所以修行要我们 懂得面对一切 然后呢 懂得怎么去利用一切 修行不是说 我很有钱修行得好 那不是修行 修行是懂得使用金钱 对不对 不要做钱的奴隶 这样叫修行 像各位女生有感情 因为你年轻不懂佛法 就去谈恋爱 你这些坏命啊 你这坏命啊 因为你有感情 爱先生 爱儿女 爱孙子 然后爱得半死 但是你会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我这么好的爱情感情 我会造成痛苦 因为你不懂的修行 修行是让你一个 有智慧的感情 不执着的感情 大慈大悲的感情 那你就没有痛苦 如果你不懂这个 你会爱得很痛苦 甚至跑去算命 为什么 为什么我命还不败 我欠我老公 然后就到处问这个事情 当然你会遭受一个不好的感情的痛苦 那当然有因果关系 那这个因果你已经没办法改变 你要接受了 但是如何从这个因果里面 去了解它的因 去改变自己的心态 欠人债 还要甘心还 那你甘心还 本来要还三十年 那可能还十年 那就OK了 搞不好今天就开悟了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心态决定一切 所以佛法所讲的修行 它是要你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那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要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通通是痛苦 你要想清楚 这个世界哪有快乐 你现在站在外面晒太阳看看 这个世界很痛苦的 不是太冷就太热 一向要肚子饿 这个世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就不会痛苦 来慈悲的 如果你来这个世界 是要来结婚 生小孩 赚钱 买房子 最后殡仪馆 就是痛苦 从生痛苦 一直过程到老都痛苦 这个世界就是痛苦 所以我们来这个世界 只有一种东西 不让你痛苦 不执着 却充满慈悲 那你就不会痛苦 如果你去执着这个会变化 会冷 会热的世界 会变的感情 会生老病死的身体 那你一定很痛苦 你去执着一份心 我爱你 你也要爱我 我对你好 你也要对我好 我希望别人尊重我 那你一定很痛苦 因为你不可能叫整个世界 能满足你的心 所以这个世界 是要让你看清楚 看清楚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 念一下 变化无常 无法主宰 苦空无常 无我 这个世界就是告诉你这个 万法皆空 虚幻的 假的 那这一点各位要了解 所以阿弥陀佛要我们有一个心态 念一下 燕离心 就是要放下 放下 你不放下又能怎么样 放下不是放弃 我尽量爱他 但是我不执着他 我尽量去工作 你不加薪水 谁缘 我尽量吃饭睡觉 那你要生病 那这是我的因果 最主要是我的心态 能够超越这个身体 这个佛教叫空性 空不是没有 空 就是说 你不把这个我 比如说 各位你把你的这个我 这个心态 进入这个花里面 你就会很痛苦 这个花 太阳太大 那水它就会雕掉了 你会很痛苦 这个花本来就是看它的因缘 在生在灭的 你不可能去改变它 它有它的因缘 什么时候开花 什么时候灭掉 它有它的因缘 不一样的 文物时间 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这个心态 一直抓住它 不准变 就像你跟你老公说 你不准变 不可能 就像你跟你老婆说 因为都别老 别洗洗念 不可能 那这个心态叫空 空就是不要有一个主宰的观念 主法无我 我就是永恒不变 我要主宰 那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当然解脱不用等未来 如果各位随时能够保持一个 一个看清楚真相的心态 而了解它的变化无常 接受它 你就平静了 念一下 因无所住 读金刚经啊 读般若心经啊 它就要一直跟你讲空啊空啊 不执着啊 一切都是虚幻的 念一下 凡所有相 皆是虚幻 是假的 不要执着它 但是各位 如果今天你来参加法会是为了 我要健康 我儿子生病 我老公怎么样 你拜了老半天 哪一天你会骂佛教 都没效 没效 没效我交那么多钱 那这样可能你 不了解佛教了 如果说这个世间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改变 那我们就不用出家了 出家干嘛 放下 我没办法跟我太太沟通 放下 回想给她 就像我结婚了 我生一个小孩 她在六岁半的时候我出家 我的意见跟我太太意见都不一样 我主张爱的教育 我太太主张骂的教育 那查一下贼 所以那你就会觉得 哇 那两个意见怎么办 用钱有两个意见 买房子两个意见 后来我就想说 算了 听她的好了 这样家庭就好了 那虽然我都听我太太的 但是我心里觉得很压抑 我为什么都要听她的 但是不听她的就是吵架 好吧 那就忍吧 但是忍久以后也受不了 所以晚上要跑去喝喝酒 解闷 找一个不会跟我吵架的女人聊天 这就是男人 不能干嘛 因为我在家里就是这样 哎哟 很憋哦 对不对 因为我不想要吵架 这是我的原则 我也不想骂小孩子 那因为我认为家 就是不要有这种暴力啊 吵架啊 不高兴啊 那我就会压抑 但是这也不是很解脱 到后来我了解佛法了 什么叫出家 出离爱情 感情 金钱 地位的占有 不要想要去改变她 放下 那你就自由了 但是我的太太不会放下 好吧 那你就抓着吧 所以我出家她当然很痛苦啊 你不要离开我 问题就来了 连我要放下都不行啊 所以当然我并不是说 一定要离开 如果你的内心里面 能够完全的 正的所谓空性 打你骂你 你都不会怎么样 那你出不出家对你不重要了 因为没意义了嘛 出家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啊 然后我们先放下 但是出家就近的意义 也并不是说我讨厌我太太 我只跟我太太说 当然我在家里你们对我那么好 不愁穿不愁吃 只要我在你们身边 你们就快乐 但是呢 这个世间还有很多很苦的人 就像各位 你们来干嘛 很苦啊 所以呢 我要把我知道的佛法 以及我净化自己的方法 佛陀的方法 去告诉别人 让别人也能够出离痛苦 进一步呢 也能够帮助别人出离痛苦 但是所有的痛苦来自一个字 念一下 一起念 我 以后不要再讲我这个字了 我的事业 我的爱情 我的生命 所有的痛苦就是来自于这个我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错觉 认为这个自我